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戒得你来关心的是 美国就联合国大使本来要来台湾 后来突然不来了 而且突然到什么程度呢 是本来今天要到台湾 在清晨六七点 我们才接到通知 在还没有来之前 然后就受到国民党无尽的批评 還有所謂冷言冷語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要為這一次 所謂的取消 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好 我們來看到 這也是大事 突然臨時喊咖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原定今天就要到台灣了 但登機前一刻突然取消 當然現在外界有很多種說法 到底是登機前一刻取消 還是已經上了飛機 在半空中突然被召回 目前疑點重重 但這起事件呢 陳廷飛說 都是國民黨害的 國民黨害的 國民黨的虎監 好 美國都聽國民黨的 國民黨什麼時候這麼厲害 他告訴國民黨 好 來 實修 實修 其實阿關你知道 全台灣2360萬人 今天早上最高興的 就是蔡英文總統 從於把這個炸彈 丟在太平洋了 是這樣嗎 蔡炸彈 當然是蔡炸彈 阿關你想想看 一個破產六次的商人川普 在他從政之後 把一個老牌政黨 160年的共和黨 在1月6號也搞到破產 你是財經專家 有一個公司在一個禮拜後 就要倒閉了 然後說給你下訂單 你到底要接不接 一個禮拜後 叫關門的美國 美利堅合眾國的川普政府 他今天跟你來這個訂單也好 支票也好 你接或是不接 所以真的蔡英文最興奮 今天吳昭協說理解 但是遺憾 這是官場 這是官場的外交辭令 外交辭令 其實國民黨憑什麼負責 如果會讓蔡英文很興奮 就因為不是國民黨幹的 因為國民黨絕對不會 要幹一件事讓蔡英文很興奮 國民黨如果有這個能力 讓一個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 就因為他講兩句就不來 國民黨就不會今天這個樣子 如果我今天事事 是幫蔡英文拆幹 就絕對不是國民黨幹的 國民黨會丟掉政權 真正要負責的 其實沒客人已經講了 推特執行長Jack Darcy 川普有八千八百萬個川粉 在推特上面 Jack Darcy把他關掉了 你要知道 兩年前紐約時報最暢銷的一本書 是1972年揭發水門案的 Washington Post的記者 得過普利茲獎的Bob Ward 寫了一本書叫做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恐懼 他川普在白宮怎麼統治呢 基本上就是讓每個人恐懼 每個人恐懼的方式 他創下了美國所有總統空前的記錄就是 他開除你 不是透過官僚體系 他在推特開除你 美國權力最大的 任期沒有到的 FBI叫他局長 James Comey 在加州FBI開會開到一半出來說 川普把你開除了 我沒接到命令 推特把你開除 他用推特開除 所有人都怕他 我再舉個例子 現在美國最重要的兩個部長 一個司法部長 首任司法部長 叫Jeff Sison 他是參議員出身 一樣 因為在通俄門Russia Investigation 調查裡面 他為了保持中立 他不涉入 被誰開除 一樣推特開除 那照石修的說法 這是一個即將倒閉的公司 他跟我們下訂單 還有不如不要下吧 不如我們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認為反而不來是拆了蛋 但民眾還是非常好奇 也非常關心 為什麼會突然喊卡尼 認為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不會是國民黨嘛 很簡單 你知道喔 歐巴馬在2008年競選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這句話就適合於今天 你判斷所有的事情 他說 The old politician of Washington DC Believe the principle Me first country second Wattstreet first Mystreet last 他華盛頓那些老政客們 他們只相信一個原則 我第一 Me first country second Wattstreet first 有錢人在前面 Mystreet last 一般老百姓在後面 現在還要再加一句 Donald Trump first Not America first 不是美國優先 是Donald Trump優先 因為現在目前這個方式 沒有了Jack Dawsey的Twitter 少了兩隻臂膀的 大家不怕你了 因為大家知道 新老闆就要就職了 川普他是不管你是部長 還是 你知道 最近常上CNN那個叫做 Andrew McCarthy 他是聯邦調查局的副局長 是這個事務官 他讓你薪水都領不到 他只有半年要退休 他認為你在通俄門 Russia Investigation調查 我叫你配合你不配合 一樣Twitter Andrew McCarthy 幹了公務員將近40年 領不到退休金 叫你滾蛋 這就是川普 這些國務院的官員很清楚 你這個公司馬上就要關門了 換了新的老闆 而且你的Twitter上面 沒有辦法在那裡舞刀弄槍了 所以員工知道要換老闆了 要換老闆了 要幫舊老闆做這件事 而且還沒有Twitter可以開除我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今天如果有Twitter的話 我不幹這件事 而且新老闆會不高興 但是我要講一句話 你們知不知道有個新聞就是 龐佩奧本來要訪歐盟的 但是歐盟拒絕 歐盟強硬拒絕 所以龐佩奧沒有辦法訪歐 所以因此國務院 才把所有海外訪問計劃 一起取消 所以不是單獨只是台灣的事 阿官 你就知道 因為歐洲人很清楚 你家公司在一個禮拜後 就要關門了 你來幹嘛 我只要問大家電視機前的一個問題 如果馬英九在2016年5月13號 下台前一個禮拜 請陸委會主委 跟國台辦來共商 所謂的兩岸和平協議 而且派他到北京去談 台灣早就炸鍋了 下台前一個禮拜 為什麼會和平協議 在某一旦 都會發展 打開 兩岸和平協議 在某一旦 中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